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我们今天的节目 现在很多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会用到网络工具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这样的一名男子 在网络上他老是穿着军装 并且和不同的11位女性交往 可怕的是他和其中的4个人结了婚 还有3个孩子跟他叫爸爸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说话的这两名女子都不愿意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面 他们提到的这个叫陈泽邦的男人 跟他们俩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 两位女性都在苦苦的等候着这个人 而这个陈泽邦在今年春节前却突然失踪了 按照小兰的说法 男友陈泽邦是湖南长沙某知名部队院校的军官 两个人是通过婚恋网站相识的 交往五个多月以来 关系一直很亲密 本来约好了要去看望女方的父母 可是年29开始 男友陈泽邦突然失去了联系 就在小兰报案的第二天 抱着几个月大孩子的小红也出现在派出所里 小红声称自己的丈夫失踪 请求派出所帮忙寻找 让民警大为惊讶的是 小红要寻找的丈夫 跟前一天小兰报案说失踪的男友一样 都叫陈泽邦 而且都就职在同一所部的院校 而他所找的这个二人的名字 身份 以及他所提供的诈骗 所指向的就是我们第一名 当我们派的根案机关的反应情况的同一顿 这样的巧合并不多见 前后两起报案找寻的都是同一名男子 一个是找自己的老公 一个是找自己的男友 他们找的是同一个人吗 为了保险起见 警方马上联系了头一天报案的小兰 也是在部队里面 说的情况 跟我认识那个男的是一样的 不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的心一下子就温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 做了母亲的小红 拿出了结婚证 看到了结婚证上面的照片 这对于小兰来说无异于遭遇了晴天霹雳 原来自己一直苦苦思恋的男朋友 早已是别人的丈夫 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 警方第一时间来到了小兰和小红所说的部队院校 试图寻找这个陈泽邦 结果后来通过查询 这个部队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叫陈泽邦的军官 这样的查询结果是小红万万没有想到的 小红一口咬定 丈夫陈泽邦就是这所部队院校的军官 他说自从认识到结婚生子已经一年多了 自己丈夫的工作单位 他是不会弄错的 那么这个陈泽邦到底是谁呢 具体的整个身份信息都是虚假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找到他的真实身份了 冷静下来 小红和小兰共同回忆了 自己跟这个陈泽邦相识相恋的全过程 在好朋友的帮助下 小红在征婚网站上留下了自己的个人资料 信息贴出去不久 一个网名叫君子一号的男人 就主动的跟他聊起天来 就这样 通过网上聊天 小兰对这个自称叫陈泽邦的军官 有了初步的认识 在小兰的印象中 陈泽邦年轻 上进 学识渊博 一来二去 两个人就相约见面了 初次见面 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随后的约会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小兰说 他从未怀疑过陈泽邦的军人身份 除了对方 每次都身着戎装出现以外 在交往初期 陈泽邦还带自己去过他所在的部队 后面他又带我 带我到他们学校里去了 看了一个比亚迪 我觉得部队里面应该 也不是平常可以进去的吧 所以我就相信了 在小兰的印象中 部队就像是另外一个 他完全没有了解过的世界 神秘不可侵犯 小兰称 那天陈泽邦就带着他 从部队的南门进 北门出 走马观花般的介绍了一下 陈泽邦自己平时工作和生活的那几座大楼 就进去之后 然后到他们部队里面 有一个楼下面说 是他的那个办公的地方 你怎么就没想到上去看一下呢 他说是国家集密机构不乱进去 在小兰说完了这些之后 小红发现自己跟陈泽邦的相识过程 跟小兰如出一辙 不同的是 他们相识的时间更早些 那一年小红二十九了 在当地遗暑晚婚 家里催得紧 很快两个人就同居了起来 听完小红的讲述 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因为通过时间推断 小红和小兰跟陈泽邦确定男女朋友 基本上是在同一时间 而陈泽邦又是如何同时交往两个女朋友的呢 就是有时候关机 有时候又无法接通 但是在见面的时候 他又说能盯着他们的导师 去外面搞研究了 不让接电话 比较理解他工作 性质比较特殊 他说他们是怎么中事管理 比较严格 然后他们工作的时候 不可以带手机 有监听等等之类的 小红和小兰碰头之后才了解到 陈泽邦周璇与两个女人之间 不仅骗色 而且骗财 整个恋爱的过程中 这名自称为陈泽邦的军官 从未花过一分钱 不仅如此 他还时不长的向女友们伸手借钱 小兰说 自己在跟陈泽邦交往的五个月中 陈泽邦多次以开公司缺钱为由 找他借钱 小兰分数次借给了他三万七千元 而小红为陈泽邦付出的就更多了 我问他 我说我怀孕了 他就挺成功的说怀孕了 那我们就把那个结婚证办了吧 就这样 陈泽邦给小红仓促的领了结婚证 他说他这样离这里比较远 他说他就拿他的情况证 然后到我们当地的那个名证局去办 办理结婚证 警方很快在民政局调取了 真的结婚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拨通了民政局的电话 婚姻登记处是吗 我想咨询您个事 就是如果我要跟一个部队的军官 去那个您那领取结婚证的话 他用那个军官证的话怎么办啊 拿他的军官证 还有那个上一级政治处 他的未婚证明 那这个未婚证明你怎么能够那个知道他的真假呢 如果你要造假的话一切责任由你自己承担啊 就是你们那里能监管吗 这个不能 这个 小红就喜气洋洋的跟这个叫陈泽邦的军官结了婚 并且顺利的产下了一个女儿 眼看就要过年了 他们已经说好 过年小红带着孩子跟着陈泽邦一起回老家 拜见婆婆 在这个结果眼上陈泽邦却消失了 一般他喜欢进的网站啊论坛 我们的民警就在网上想通过这些方法手段找到他们 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在互联网上寻找军官陈泽邦的远不止小红和小兰两名女子 我们学校联系上了 11名女成年都声称陈泽邦是自己的男朋友 或者说是自己的爱人 其中有4名女成年与陈泽邦办理了结婚手续 有3名女成年与陈泽邦结婚 并且生育了小孩 警方相继找到了11名受害者 调查发现这名叫陈泽邦的甲军官 几年来斡旋在这些女人们中间 而且欺骗她们的方式基本相似 都是先通过网络结识 陈泽邦也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向自己的所谓妻子要钱 就在警方对甲军官陈泽邦的犯罪证据掌握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另一路民警通过陈泽邦的照片 排查出了她的真实身份 有人发现说 结果这个人 这个人在他们单位上面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做法案的工作经历 于是我们从这个单位去调取了这个人的相关的资料 就查到了陈泽邦的真名叫陈泽 陈泽湖南少阳人 28岁高中毕业 曾当过四年兵 退役之后一直没有稳定职业 据警方了解 陈泽在网上用同样的身份 同样的谎言 四年来共骗取11名女性 诈骗金额高达40万元 她和其中的四名女性在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 跟其中的三人生了孩子 2011年4月10号 犯罪嫌疑人陈泽落网 在看守所里 我们见到了陈泽 此时的陈泽 俨然已经没有了照片中的神迹 是部队干部 没有经过 真也不行过 所以才去想去办一个 军官证哪来的 还没做的 在哪做的 多少钱做的 一两百块钱 陈泽发现 网络上虚拟一个身份 很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 加上前几年 部队的生活经历 让所有的女孩子 对陈泽的军人身份 都深信不疑 通过花言巧语 陈泽很快就买了车 并且托部队的熟人 给自己的车 办了一个出入证 于是 她便开始 一次一次的带了女友们 去部队参观 也正是如此 才会让她的骗局越演越真 目前 此案公安机关 以诈骗罪 已经移交检察院 湖南省长沙市 开服区检察院 已经将此案 起诉到了法院 警服 警号 警帽 手枪 子弹 手铐 警用的装备 她一样的不少 有的东西 我都没有 她跟我说 她是女生是公安敌人 是警察 这是人靠 骗人 骗钱 骗色 她同时 在三个女人之间周旋 她是谁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梅锦教授 李老师现在在网上找对象这事挺普遍的 因为网络是虚拟的 所以在网络上如果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把自己描述的跟花一样 究竟我们在网上怎么识别这片子 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可靠不可靠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跟他聊他的家人 聊家人的过程当中 因为这个家庭的故事很多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讲到我小时候 我爸爸怎么怎么样 我后来有一次什么什么事 我妈妈怎么怎么样 因为这种事编 他编第一次第二次 他可能有几次就会出现破绽 他有时候会有重复的 那么有些如果他要是真实的话 他很自然就会流露出一些生活中的一些事件 相反他要虚假的 他是回避这些话题的 比如像我们在抓一些嫌疑人和逃犯的时候 他们也会这样说我没有家 为什么 因为只要有家你就知道他真实信息了 所以他就说我是流浪儿 我没有父母 我被人拐卖的 对 以孤儿什么流浪儿这种身份来逃脱我们警察对他的核实 当然警方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段来核实 可是作为一个普通百姓 他就没有什么其他手段了 因此当一个人要说他没有 他不谈家 回避家人 不谈他经历 只告你现在是什么 这种情况下 一般我们都要小心了 这也算一个计较 除了聊家人 还有没有聊的地方 有可能聊出破绽来 其实很重要一点 还是要接触这个人 对 真正的你要想跟他结婚 你还是应该见见他的家人 是 对吧 你连家人都不见 你怎么能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路 那么除此之外 有热心的网友贴出来了网上交友的一些攻略 让我们了解一下 网络交友 网骗攻略 一 首先要问清楚 对方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家里坐机号码 单位办公室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等基本信息 二 可在上班时间往对方办公室打电话 听声音跟网聊麦克是否一样 三 跟对方聊天 要拒绝虚拟视频 注意观察对方是否放的是录像 四 见面地点 要选择在人多场合 不要马上跟着对方走 陈芳之所以能够诈骗成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他虚拟出来的这个军人身份 而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 大家通过屏幕上的照片也能够看出来了 穿的是警服 所以让人以为他是一个警察 在今年有女性向四川省梅山市公安局局长举报 说这个人对他们骗财骗色 来电话的是一个自称叫王平的女人 他十分紧张地告诉马局长 马局长手下的一名警察玩弄了他的感情 听说自己手下有人在外面闯了祸 马局长十分吃惊 他告诉打来电话的王平说 让他迅速整理一下材料 直接向他报案 为了打消王平的顾虑 马局长让王平来选择见面的地点 马局长还带了一名女警察 专门负责保护王平 经过多方努力 他们终于在一个餐厅里见了面 确定了马局长的身份之后 王平才说 这名骗他的警察叫李欧 王平说他已经三十多岁 前几年跟丈夫离了婚 自己带着儿子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通过网络认识了李欧 在网上 李欧说自己是梅山市公安局的一名刑警 这样的身份让王平瞬间 就把对网络上陌生人的猜疑 抛到了九霄云外 取而代之的是一份信任 一来二去 两个人就在网络上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当时的王平刚刚经历了感情上的创伤 一时之间十分颓废 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去面对生活 白天在儿子面前他强颜欢笑 夜晚只能独自承受寂寞 这样的压抑无人能说 就这样网络上的李欧成了他最好的倾诉对象 这天李欧约他见面 王平说 从小失去父爱 一直很叛逆的儿子 突然变得听话了 不难看出儿子很喜欢李欧 李欧对自己儿子的这份耐心 也让王平很感动 很快他们之间就超越了朋友的界限 同居了 王平的家距离梅山市公安局 有四十多公里的路程 因为心痛李欧 王平把自己家的私家车 让李欧开了去上班 从此李欧每天便穿着警服 开车早出晚归 当王平说到这儿的时候 马局长起了怀疑 为了进一步确定自己的猜测 马局长马上给公安局人事科打了电话 经过详细的调查确定 在梅山市公安局 的确没有一个叫李欧的刑警 得知此消息后 王平马上打开了李欧的QQ空间 在李欧的空间里 满是他身穿警服的照片 除此之外 空间里还有不少警察 在汶川地震时的照片 王平记得李欧说过 那些都是他梅山市公安局的同事 关于王平提出的 为何所有的集体照片里 都没有他的身影这个问题时 李欧的回答也很让人信服 除此之外 王平很确定的说 李欧肯定是警察 因为他的手里还有枪 自己不仅见过这些枪 而且还枕了其中的一支枪 睡了一个多月 公安局决定马上立案 查清事实 怎么能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 找到这个李欧呢 王平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王平说 两个多月之前 他跟李欧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吵 原因是王平发现 李欧跟另外的一个女人在一起 这个女人叫杨静 警方悄悄的找到了这个杨静 杨静说 他和李欧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他现在也找不到那个李欧了 警方开始通过其他的方法 试图寻找李欧 在发现李欧的行踪之后 警方24小时对他进行了监控 今年的1月20日下午 李欧独自来到了一间麻将馆里 于是警方迅速出击 将李欧抓获 李欧今年35岁 身份不过是眉山市郊区的一位农民 抓捕之后 警方在李欧身上 收到了手枪两支子弹三发 警官证一本 以及手铐一副 在随后对李欧家进行搜查的时候 警方还发现了一年四季的警服 还有跟贾警服配套的警帽 警号 反光背心等众多警用设备 那么李欧又是如何同时跟王平杨静两个女人交往 并且都让他们相信他就是一名警察的呢 如此数量众多的警服 以及警用物品 李欧是从何得来的呢 全部都是网上买的 我从二人亲眼开始就隆隆隆隆隆隆买嘛 基本上就买到二人九元 那时候基本上就买七万了 我不是一直一买的 是九五两十年时间才买七隆隆隆隆隆买的 就在警方逮捕李欧之后 李欧真正的妻子出现了 他找到公安局说 其实自己也是一名受害者 他和李欧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从认识到结婚李欧一直都称自己是个警察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才发现 丈夫压根就没去所谓的公安局上班 后来李欧的妻子外出大工去了 李欧就穿了这么一身警服 在外面招摇撞骗 他签出我身上 那时候至少有一万五千块钱 我们家留个车 那时候可以把寻找 我们俩换了我的钱 他说的六秒八 就是说他在公安局里面很有 然后能够随便就把人找到工作 然后要两万八千块钱 2011年5月16日 洪亚县人民法院对此案 做出了一审判决 李老师我们看到这两个案子 从诈骗的角度来讲 犯罪嫌疑人穿着警服 军服来行使诈骗 他的罪名 他的量刑 有没有可能会更重一些 刑法第279条 他就谈到 如果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 那么这种招呼撞骗 他是要给予处罚 他是三年 那么如果是冒充警察的从众 那就可能会到十年 我们单有一条是规定 不能冒充军人的 所以冒充这两种身份的 都是要从众处罚的 当然我们看这个骗子 它还涉及到买卖假证件 对吧 包括他开结婚登记的介绍信 以及他的军官证 这些都是假的 所以这两个骗子 他既有诈骗 还有冒充 然后还有买卖假证件 买卖假证件 对 所以他们的处罚都会是从众的 现在在议论网链这个问题上 有两种声音 有一种声音说 网链是什么 就是电脑和电脑素中情 键盘和键盘说情话 鼠标跟鼠标谈恋爱 这是一种悲观主义者 还有乐观主义者 说在网上照样能够找到 很美好的爱情 我们身边的的确确 有通过网恋结婚 并且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人 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 不给出绝对化的标签 但是反复提示 在网络上开始爱情的人 需要擦亮跪眼 需要知道对方更多的真实情况 因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婚姻 真实是一切的结果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您老师 现在非常讨论 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明天见